中部地区崛起是中国促进中部六省共同崛起的一项政策 始于2004年3月 这项政策涉及超过102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 3.6亿的人口 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力谱写中部地区崛起新篇章 近期在国新办举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 山西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六省主政者 想谈在中部崛起中如何成势而上奋勇争先 我们已占全国4.3%的耕地 生产了全国6%的粮食 安徽也是全国五个粮食净调出省之一 每年我们净调出的优质粮达到200亿斤左右 江西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之一 是新中国成立起来 从未间断向国家提供商品粮的省份之一 以全国2.13%的耕地面积 生产出3.21%的粮食 粮食播种面积 长年稳定在1.6亿亩以上 粮食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 小麦产量连续9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 每年调出原粮和自生品600亿斤以上 油料食用菌产量居全国第一 湖南粮食的总产量多年来都超过了600亿斤 其中水稻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居全国第一 包括我们油茶的种植面积和产量也是全国第一 像智能化煤矿的数量 非常规天然气的储量 以及风光发电机组的装机容量 都排在全国的前列 江西有11个矿种储量位居全国前列 被译为世界乌都 亚洲 礼都 鹰潭被打造为世界的同都 赣州 中国锡金谷 锡电新能源等集群 作为有色金属之乡 湖南硬质合金材料约专全国的四层 先进储能材料 先进钢铁材料 全国领先 布局发展71个工业类的开发区 做大做强16条省级重点产业链 梯度培育18个省级的特色专业镇 还形成了79个山西精品 一批新产品走向全国享誉全球 全球10%的显示面板 全国50%的光伏玻璃 10%的汽车 20%的光伏组件 15%的家电 都是由安徽生产的 形成了 以中原科技层 中原医学科学层 中原农古为核心的 创新发展大格局 国家重点实验室 13家 国家级创新平台 172家 省实验室 20家 以1家 国家实验室 10家 湖北实验室 8个 大科学装置 163个 国家级创新平台 477家 新型研发机构 为主题的 科技力量局队 加速形成 我们有全国首位的 优势产业 国家制造业 单向冠金 达到72个 据中部第一 在世界前50强的 工程机械产业当中 有5家在湖南 江西是全国 唯一毗林 长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 和海西经济区的省份 也是全国 第一个 所有的社区市 沟通 实数 350公里 高铁的省份 郑州机场 目前已开通 全货机 国际航线 49条 年国际 货优 吞吐量 集身全球 40强 我们正在建设中的 郑州国际路港 建成后 将形成 连通境内外 辐射 东中西的 全要素 高能级 中欧班列 集结中心 具备保障 中欧班列 每年开行 一万列的 这样一个能力 长江黄金水道 链接海上 丝绸之路 万吨巨轮 直达武汉 累计开通了 国际国内 集装箱航线 35条 通达欧洲 东亚 东南亚 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花湖机场 撑起 空中丝绸之路 当日的 货运航班 最高 可达 120架次 运全国 配全国 运全球 配全球的 航空货运格局 加速形成 在近期召开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审议的新时代 推动中部地区 加快崛起的 若干政策措施中 再次强调 中部地区 三基地 一枢纽的战略定位 未来六省 如何做出更大贡献 时间会给我们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